大家好 我是小李 有看哆啦A夢的朋友 對於哆啦A夢的構造 一定都會有基本的了解 身上有一個四次元百寶袋 嘴巴大到可以塞下一個臉盆 雙腳都是維持離地三公分的漂浮 但除了這些入門的知識外 其實哆啦A夢的 鬍鬚 鈴鐺 手腳 都有符合22世紀科技水準的設計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哆啦A夢 完整 構造 解析 哆啦A夢的鈴鐺 可以說是哆啦A夢最重要的道具之一 但與其說是最重要 應該說是最珍貴 在劇場版 大雄的秘密道具博物館中 有詳細交代這顆鈴鐺的重要性 這一集劇場版也是哆啦A夢電影中 我最推薦的一部作品 情感的聯繫 劇情的邏輯都非常緻密 再一次推薦給大家 說真的我也推薦很多次了 如果到現在還沒看過的人 我下次就來拍這部電影的深入解析 而在之前的影片當中我也有提到 哆啦A夢的鈴鐺其實還有照相機的功能 在《大長篇》《霍心之謎》當中曾經使用過 除此之外 這顆鈴鐺還有貓咪造極的功能 也就是使用這顆鈴鐺 可以將附近的貓咪召集過來 會有這樣的功能 我的猜想是 如果今天有小孩子走私了 身為保母機器人的哆啦A夢 可以召集附近的野貓來幫忙尋找 就像我們家的貓如果走私了 也要麻煩附近的流浪貓幫忙尋找一下 但無論是照相機或是貓咪造極的功能 都已經壞掉無法使用了 哆啦A夢會一直帶著鈴鐺 一方面是免於自己啟動野貓化的設定 也就是少了鈴鐺 就會開始出現野貓的行為 另一方面帶著鈴鐺也有修飾身材的功能 如果哆啦A夢沒有鈴鐺 會是長這個樣子 還是帶著好了 哆啦A夢的頭平時看起來非常柔軟 但在必要的時刻會變得非常堅硬 曾經也表演過用鐵頭破冰的才藝 也曾在劇場版雲之王國中衝破層層防備 一頭撞出電影的結局 其實還差點撞出整部漫畫的結局 還好植物星球的大使出現 才讓故事有辦法得以延續下去 在原本的故事設定中有提過 哆啦A夢吃下的所有東西都能轉換成能源 不需要排泄 可謂是未來世界環保的典範 但我們還是可以看到 哆啦A夢多次出現站著尿尿的行為 連哆啦A夢自己都說過 雖然不想尿 但還是得站在馬桶前 但有這樣的設定也是情有可原的 因為哆啦A夢是一位保姆型機器人 在教小朋友尿尿的時候 不免親自示範一次 免得小朋友長大成人以後 還是不會尿尿 小便室都做得這麼大一個了 還有萬般尿得滿地都是 有去過休息站上廁所的男生 一定都知道我在說什麼 大家對於哆啦A夢手的印象 多半是猜拳只能出石頭 或是大雄出現困難時都要伸出援手 但其實哆啦A夢的手 在必要時刻 是會出現一隻手指的 使用地鼠手套及超人手套時 手套底下的五隻手指更是一大謎團 而哆啦A夢圓圓的手 能夠拿起任何的物品 並不是像飛天小女警般有無限的小手 而是高科技的吸附技術 能夠吸起所有的物品 而且多啦A夢的手腳 也具有像貓咪一般 飛簷走壁的功能 不過後來也壞掉無法使用 只有在遇到老鼠的時候 勉強啟動一下下 畢竟大雄也沒有笨到 需要靠多啦A夢飛簷走壁才能救它 又不是劍衣 多啦A夢的腳 能夠維持離地3公分的懸浮 會有這樣的設計也是為了模擬貓咪走路時 無聲無息的樣子 但其實在動畫中 多啦A夢移動時 還是會發出 大小 的聲音 除此之外 腳的功能和手一樣 具有飛簷走壁的能力 能夠離地3公分 又能吸附在牆壁上 難怪這功能會壞掉 但對於多啦A夢腿部最大的謎團 就是能夠自由伸縮的腿了吧 有時候可以看到可愛的盤腿座 但在重要場合 卻會出現神秘的貴姿 明明平常30公分不到的腿 卻會突然變成80公分左右 完全能夠滿足多啦A夢的長腿夢了 但看來這項功能無法自由的控制 沒辦法說變長就變長 會出現這樣神秘的功能 我認為還是圍繞在保母機器人的設定上 依然是為了教導日本的小朋友正確的貴姿 以及在什麼場合需要使用貴姿 但故事中從來沒有人為此感到好奇 這些疑點永遠只有讀者會發現 鬍鬚的部分和貓咪一樣 具有測量距離的功能 謝謝 除此之外 多啦A夢的鬍鬚還有雷達的功能 能夠探測到遠距離的事物 甚至曾拔下來當做頭髮 不過這些功能現在也已經壞掉 無法使用了 到底有哪項功能是能夠正常運作的啊 關於多啦A夢的尾巴大家可能知道 那是它的開關 只要拉一下就會關機 再拉一下就能重新啟動 但其實在早期的設定當中 多啦A夢的尾巴是具有隱形的功能的 只要輕輕拉一下就會消失不見 但後來因為隱形披風的購入 這個功能就沒再使用過了 在剛才的介紹中我們有提到 多啦A夢無論吃了多少東西都能夠轉換成能源 在早期的設定當中 多啦A夢的體內是有一個原子爐的 就是能夠將吃下去的東西轉換成核能 也就是說多啦A夢不只是一隻機器人 在非常時刻甚至是一個核子武器啊 所以雲之王國的故事應該是這樣演 大熊平時還敢這樣刺激他 這種勇氣啊 全日本找不到第二位了 但後來日本發生了311大地震 何能一提受到大家的重視 多啦A夢身上原子爐的設定就取消了 只剩下吃下任何東西都能轉換成能源的設定 要不然大熊哪天跟多啦A夢吵架 以上就是關於多啦A夢的深入構造解析 關於多啦A夢還有許多能夠探討的議題 平時的生活興趣啊 大熊去上學時多啦A夢都在幹嘛 以及感情史等等的 大家想先了解哪一部分呢 有機會我們再來慢慢介紹給大家 我是小李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 也要喜歡你們自己快樂的樣子 謝謝 什麼 唐coon